范巧妍說笑 千萬千萬不要在床上做事 加息上去樓市會不會立 地產公司受影響 樓案會不會做小組 又說出辣椒 空置稅等等 我覺得都是那句 大家好 今天是6月20號 回來CME全力支持的圖表戰鬥員時間 今天的市場非常反覆 昨天那種叫做Panic Selling 我覺得跌了八百多點 今天叫做喘定了 曾經一度阿爺的A股反彈 帶動我們差不多可以回到29,900多 大腦你記一下 昨天是29,300 今天是反彈了六百多點 如果拉頭拉尾算 成交是多少呢 1098億 帥仔 成交都可以的 收在296、96 差4點就297 那市場是否已經止跌回升呢 暫時不能這樣說 暫時我仍然認為是反彈 中美貿易糾紛或磨擦 基本上是未解決的 再加上大家要清楚 我們本地銀行匯豐加了定息 定期的存款 只有它 成銀行會不會呢 會不會公佈呢 始終都是未解決的問題 現在暫時來說 我認為市況只不過是反彈 好了 看看今晚外圍的東西 剛剛下午出了一些德國的PPI 踏入這個星期 基本上全部都是經濟數據 今晚9點半 暴和鮑威爾又說話 究竟說些甚麼呢 德拉吉又說話 今晚做甚麼事 這麼多人說話 接著就輪到房屋銷售 然後油價的油 明天早就有紐西蘭的GDP 預期都是差的 看看紐西蘭會不會因為貿易磨擦 而令到商品貨幣向下 因為對它很敏感 澳洲紐西蘭都跌了下來 明天就瑞士央行意識 仍然都是維持著負利率 我們回去看看圖表 大家可以看到 黃金我也跟大家說過 一直都在墜下來 仍然都繼續跌下去 其實它已經跌穿了 我們要求的100RM 我們早前認為是1,275.7 這裡頂住了 結果頂住了 上星期 頭一天頂住了 但是昨天已經穿了 看走勢上有機會進一步下跌 以下個目標 我預期回到1,250元以下 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整個勢是墜下來 甚至破了位 然後繼續向下 只要保持到 繼續向下壓 我相信下個目標 就是1,245元 現在就是這樣做的 那是銷售上升 市場也買不到 黃金也買不到 仍然都向下 那麼主要原因 我覺得是因為黃金的問題 你見到 不是 主要是美金的問題 你看到很多避險的資金 走進去的美金 再加上大家沒有再提稅改這個問題 稅改的問題 令到美元成為一個資產資金被爛所 海外的公司 美國海外的公司 調回一些錢進去 令到美元有支持 所以美元強勁得很厲害 看看其他商品 你看到銀 銀也是繼續跌下去 哇 連續幾棍 看走勢上都是上不了 哇 其實很厲害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試回在5月1號最低 做16.05元 不過整個勢都在墜下去 看看周線 我們很少去看看銀 看看周線 周線上個禮拜碰完頂之後 禮手就向下 暫時來說都會有機會進一步向下 但是最慘的問題就是 它不太動 但是勢是偏淡的 會有機會繼續壓下去 穿上5月份的16元 我看走勢是15.6元 很窄幅的 但是都是偏遠 整個勢都在跌下來 看看銀 銀是站穩了 現在站在64點 65.38 技術上你要爬上去 每條20天 66.3流上是極高困難的了 我都講過了 川普說的 覺得油價太貴 令到油上不到 上星期跌下來 現在爬上去20周 65.41 這些邊皮附近 看看會不會轉回去 然後試回 250周 在62.23 技術上都是偏遠 主要原因都是一樣 因為美金 好了 美金如何呢 我們去看看美金 大家看到了 這個就是我們正在做的DX 就是美匯指數 美匯指數 你看到昨天在低位回升 94.17 我都有跟大家說過 看走勢上 它會有機會進一步上升 昨天低位94.17 現在抽到上去 今天最高94.98 技術上仍然保持著一個強勁的上升勢頭 你看到周線都算是好的 只不過上面有一些阻力位 不過這些阻力都算是不算強的 下一步最大的阻力位 多數都是100V 95.48 多數都是這個水平 你看到早前都接近去到95 去到這個位就會撞 不過我認為 都會有機會穿的 如果算回吐應該去到95.98 才會撞回頭 暫時來說 在現在這個距離 我覺得值都仍然還可以繼續向上看 美金始終強 沒得爭辯的 完全沒得爭辯 它始終都是一個強勢的美金 好了 看看Ulo 今晚德拉吉說話 歐美的息差 歐洲和美元的息差 仍然繼續拉闊 Ulo減買債 不加息 美國今年還有兩次加 你自己算一下 你給你有錢的 在一年之內 你擺下Ulo 擺下Ulo 還是擺下美金 最簡單的一件事 如果你拿著筆錢 你擺Ulo 用美金 兩樣給你選 你一定選美金 因為Ulo沒有息 美金也有息 如果你持有港幣 都是擺美金 不會擺Ulo 你看到現在Ulo 慢慢墜下來 看走勢上 我們預期 我相信 美金會繼續向強方繼續去 Ulo就會偏淡 會慢慢走下去 接近1.1439 現在看到 3.0 100V移動 甚至乎壓低一點 去到1.1408 200V才有機會做到支持 整個走勢 都叫做繼續向下墜 繼續向下墜 不要買了 看看它落到下面的水平 能否做到支持 然後反彈向上 我們才會考慮買入Ulo 暫時來說 仍然美金強 那多拉日圓怎麼辦呢 我們看到多拉日圓 仍然反覆 昨天落到109的56低位 我都說過 它很大機會 因為美金 美金令到它強 但是股市偏遠 carry trade令到日圓強 兩邊拉扯著 就會令到它 圍儲在111和108 這些水平中間 其實在早前已經發生過一次 現在仍然保持 不要看到它那麼淡 或是會穿108 我去到50天線 10942 我覺得有支持 看走勢上 它都會反覆 如果股市稍微站穩 它都會縮得高一點 暫時來說 多拉日圓仍然保持著 有機會上111 我不排除 因為美金繼續強下去 會令到它抽上去 我看看英鎊 英鎊又是繼續偏遠 你看到 距離我們的目標還差一點 現在是13150 前兩個星期 132頂住了 昨天終於穿了 現在下面的支持位 大概是13074 繼續向目標進發 看看什麼時候 看看今晚會不會到 美金繼續強 推它下去 現在我們是看到這件事的 跟大家去看看商品貨幣 澳洲當然貿易戰 當然是商品繼續下跌 你看到 碰碰碰碰碰 幾天而已 6月7日 一踏入6月 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當時上升到67674 最高 我在節目上都跟大家說 如果你在下面 拼了反彈 就不要時間了 要走了 因為上面的空間不太多 它隨時可以回落 但是我 坦白說 我沒有想過它回落那麼多 我認為它上不了 結果它 都不跟我說 下到7347 在走勢上 整個勢澳洲繼續跌下去 你說現在可不可以頂到呢 我們看到5月8日 最低做7347 今個星期 最低做7348 還差一點 已經去到這隻腳底 看走勢上都會有機會穿 而真真正正會比較大力一點的支持位 就會是5月23日 這個在2016年最低 7146 以及在 2016年12月26日 當時最低是7153 即是大概在7150才會有支持 在現在做7300多 還有200多點跌下去 看走勢上 美金仍然都是強 不能買 不能買 那又看看紐西蘭 紐西蘭也是一樣 看完反彈之後 現在又是墜緊下去 看走勢仍然都是偏淡的 明天出數據的紐西蘭 看看可不可以 令到它有支持 但是大家清楚了 貿易戰 絕對令到商品繼續向下 商品貨幣你不用考慮 進一步向下 偏淡的 這隻就是表表者 Dollar Can 美金強加紫藥 繼續抽 跟大家說過 一破位你不用考慮 跟我抽到兩棍 入我數 他抽到1.331 我都是想著1.32 我都說過了 Dollar Can 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一抽 他就沒有停了 他就會繼續單邊上 你看看早前 他這些就是這樣 Dollar Can 就是這樣 一抽不回頭 一抽不回頭 一跌就單邊跌 一跌就單邊跌 現在破位開始起步 你不用考慮 他有排抽 下一個目標 現在去到1.33 甚至乎 我們會看到1.35 甚至1.36 不是開玩笑 因為我美金強的時候 他會帶動我加紫 加紫是繼續偏遠 如果油價真的有機會落到62 這個Dollar Can 你準備1.331.34 向著這個方向進發 這個是我們從1.30開始 看著他這樣走的 希望大家捕捉到 捕捉到鹿 脫不了角 都沒有辦法 去看看股市 我們看到股市 昨天的美股叫輕微站穩 納子都是有一些避險的情緒 亦都是有些資金拍了進去 Netflix Amazon 你會看到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拍了進去 所以你看到納子 現在這一刻在做甚麼 7269 當然是強勁 頂著10天線 昨天的跌勢 昨天在亞洲時段 我昨天做節目就跟大家說 我最不喜歡亞洲時段 在美股走下去 美股的期貨在亞洲時段跌下去 在intraday的時間 很大機會會回頭 你不是股災 不是出現甚麼問題 亞洲時段Panic Selling 是會令到它帶下去 但是回到intraday的時候 它不是出現甚麼大問題 尤其是美股 再加上納子 你看看 頂到 現在 其實沒有發生過 昨天 它正在做7268 現在 比昨天的開市價還高 比昨天的高位 接近早前的歷史 7292 快要差一點 還差30多點 所以你說美股是否強勁 沒得說 好了 我們去看看Dow Dow Future 看到Dow Future 我們正在做YM 跟我昨天說的一樣 它昨天跌到哪裡 昨天跌到最低24570 在intraday上面 即是 納子和盜子 在9點半現貨價的時間 被人買上去 有buyer 令到它縮回去差不多24745 售市 今天開在這個水平 進一步向上 你不可以說港股縮 而是美股根本不跌 看看S&P 大家去看看S&P Future 仍然 看看昨天 最低去到2736 我們早前不是說2741 按一按穿 然後爬上來 爬上來 現在在做27772 看走勢上面 如果它再按高一點 今個星期只能叫 不要說那麼多 今個星期開2779 星期一開市價 現在快要抽穿 還要做一個升 你講股跌88點是甚麼 就是這樣 好了 外圍跟大家說了 不要隨便去擋它 看看它會不會有機會 進一步向上 回到CME的圖 麻煩大家 麻煩導演 好了 我們看到CME Group的微信公眾號 麻煩大家 可以做一個 叫做scan 這個QR Code 去看裡面市場數據 觀點 研究報告 好了 我們scan完之後 麻煩大家 回到我這裏 回到我這裏 是說甚麼呢 就是說阿爺 我們現在 導演麻煩你 Montour 麻煩你 這裡我看不到的 好了 我們回來看看 A股 A股其實今早11點 我們看到有些問題 大家有看我下午做的五間直擊 它就是這一棍 今天下午11點做12點 它在這段時間 似乎有國家隊出現 似乎市場推不下 昨天最低做到271 今天最低272 似乎又頂了 保護著A股不進一步下跌 暫時來說抽了上去 不過記住 整體上是偏遠的 短線來說 就算做多少人為的東西 我都認為只不過是人為的 為甚麼這幅圖這麼多線 只不過是人為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上下跌 250天線 上個星期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穿 穿了就糟糕了 今天星期二回來 過了端午節 爬完龍舟之後 真的屈原了 屈原 跌了下去 抽上來 現在上面250天 250日 就是你的阻力 2992 看情況可以縮多高 明天也有機會反彈 是反彈 暫時來說 我們不是叫做見底回升 我們叫做反彈 叫做反彈 去看看港股 港股也是 今天11點鐘 已經聞到一點點味 不是很對勞 市不是很推去 那段時間 我認為市會有機會 進一步出現一個反彈 今天下 這裡 11點鐘 彈了上去 下午一棍 你看下午那棍多厲害 29500 抽到上去29900 抽到400點 一個小時之內 1點到2點 爬著飯 短了半爬著飯 都立刻噴出來 我告訴你 不是跟他說笑 抽到400點 接著縮下來 現在站在這個位置 好了 暫時來看 我們看看日線圖 我們其實早前 主要原因是在這裡 這裡就是15號和19號 15號上星期五 接著放一天假期 美國15號出了貿易戰清單 然後特朗普又說追加 又說二千億 如果你報復 你追加二千億 令到市場有些 panic selling 再加上 其實我認為 我認為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市場 市場是因為技術性破壞 這條線破了 這條線其實我們一直都頂了很久 從2月9日來做出來的 2月9日 4月4日 5月7日 5月30日 都顶 titre了一條線 在這個時間你不活 直接是踹刀 你穿的話就一定會斬 然後斬 斬斬斬 斬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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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 29332,今天沒有推,做一支楊竹上來 看走勢究竟是否止跌回升 暫時不可以說,我只可以說現在是做一個反彈 反彈到200天線頂住了 但明天那怎麼辦? 明天仍然會有機會反彈 看看美股是否走得很強勁 如果美股走得強,它會有機會進一步反彈 問題就是我們要看港股 究竟可不可以爬上這條線上面 這條線現在大概是301這些水平 站到301這些水平 這個水平就是這條線原本由支持變成阻力 在技術上我們就要看這裏 究竟一直發展下去可不可以爬上去? 爬上去就有機會見底回升 證明了見底回升 亦都是有一件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今年現在正在做6月 6、5、4、3、2、1 今年1月做甚麼?開30028 今年1月2日正在3萬點 其實30,000點就是我們今年的中間位 起步位 如果它可以爬上去30,000,018 你講那麼多也沒用 今年仍然是升 問題就是究竟站在30,000點 還是? 透半年走了 現在就是站在30,000點的樓下 今年在現在這刻是跌的 爬上去,今年現在這刻是升 說到底這半年是甚麼?沒有動過 就是這樣 好了,你見到整個勢都在墜上去 看看有沒有機會反彈 反彈到高點位 去到高點位會比較好些 我們就要看清楚究竟可不可以爬上去的平均線 不是平均線 這些就是我們自己畫出來的Pot那些Line 這個原本是支持變成阻力 就要這樣看的 那再看角子好嗎? 那角子就真的穿了 我跟大家講過了 它會有機會出現調整的 這個由7498開始引伸過來 升到去1月29日 基本上它真的由一個底部升到上來 如果我們是計黃金比率 這個非常準確的 計黃金比率0.382就到了 114.93 甚至穿了去到113.95 問題就是它可不可以反彈 究竟是反彈還是見底回升 很快就會知道 不過在短線來說 你看到它今天阿爺可以做到一個反彈 我們都做得好 你看到不再退下去 做了一枝小羊竹 白的 有頭有尾 看看明天可不可以縮高一點 理論上 如果在技術分析上 我認為這一棍只跌了 問題是可不可以進一步爬高一點的水平 甚至乎現在我們 恆新指數我們看到那條線 看到那條藍色線 各紙當然是這條上升軌 那條軌道一直都爬上來 在過去 這是什麼時間 2016年2月爬到真真正經村 是2018年6月 走了一年兩年 兩年 年半以上 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爬得上去 我們便會覺得 見底可以回升 跟藍色線一樣 恆新指數爬上去 落法去三零幾的水平 感覺上去303 304 完全上去 我便相信見底回升 但現在最擅長 我們只不過是看到它 叫做反彈 我們可以形容的 現在正在做反彈 我回去回答一下股票問題 大家清楚嗎 現在的走勢上 現在的市場走到什麼位置 在說什麼 大家知道 先看看700 開了700 今天叫做輕微反彈 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反彈高些 但其實你看到技術形態上 雖然保持著十個周 但我們未足以令到它逆轉向上 我們是需要整個周線逆轉向上 我們需要它咬腰 咬腰不得止 還要做一支揚足上來 這個星期 這個星期其實它很差 它這個星期開在410元 其實最理想的 這個星期五四點鐘 你看到410元以上 下星期就會有機會升 否則的話 現在我們判斷為一個反彈 就是這樣 短線來說 仍然反彈 站在400元 但它沒有早前那些 一路上斷斷有那種星勢 沒有了 1299今天有看過 昨天出了一支大棍跌了下來 下到這個水平 現在叫做出現一個反彈 今天我們大家去看 很多股票都是的 只是出現反彈 它今天跌到最低67.4 就接近20周 moving average 20周 moving average 就出現一個反彈 但我們暫時認為它是反彈 看看它有沒有機會反彈上去70元 甚至乎71元樓上 那就不同了 那個勢就完全不同了 現在的勢只不過是判斷為反彈 看看反彈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高一點的位置 你想沽的可以 讓它反彈高一點 你想買的可以讓它再高一點 先確認了 2382可以保持什麼位置 我們看到2382 今天它其實做得好的 做得好的 可以在151元 在底位立即和你做反彈 立即上去 甚至乎開在50 提升 提升 整個系列 咬腰咬得好 但是是否升 你看看周線 周線 剛剛觸碰過10個周 還未可以判斷到 起碼一樣東西 由昨天起步159 跌到51 到現在都未扭轉 到現在都未扭轉 我覺得現在是否要走軌 當然是看今天的低落 假若如果現在看到穿149.8 當然我會叫走軌 但是如果不穿 保持著向上 還繼續推 推回到165 令到這個星期完全逆轉向上 那就繼續保持 不要走 你看到位置 你看到它今天做出來給你看 覆圖是OK的 但是大市是反彈的 我們未判斷它是一個見底回升 所以仍然都要關注著 冷滿的1448 你看到福壽圓 你看到 這棍做得好的 咬回腰向上 其實它整個走勢都算是OK的 它又不是很算差的 唯獨是 頂住了10個周 唯獨是今個星期開得高 下了來 縮上去 還未可以夠力再推升 上去做一支楊竹 上去9.34樓上 的確再開一支楊竹上去 就叫做帥仔 現在還未可以 現在還未可以 可以叫做反彈 跟隨大市反彈 中海物業 一樣 不穿條50天線 出現一個反彈 不過暫時看清楚 反彈明天應該 看看可不可以再承接反彈 繼續上去 維持著在 2.57到2.81 從1.8元 上高一點去到2.8元 看清楚究竟可不可以再推 推不到就走 就是這麼多 OK 推不到就走了 它的確跌了下來 現在是反彈 是否逃生門 不知道 還是見底回升 暫時大市 要看大市 它這隻股票 現在剛才那隻 2669 就鎖住了 因為是反彈 最好爬上去 風業教育 今天又是出現反彈 其實開高了 昨天收在 13.66元 今天開13.86元 上了2毫子 但是反彈 又是不夠力 去到14.6元 麻煩你站在上面 很簡單 我不是要求高 上去14.3樓上 甚至站在頂上 你會覺得好些 看看明天可不可以再爬上去 10天20天線 爬上去 即是火車跌了出路軌 那你現在爬上去的路軌 就繼續向 現在都爬不到 還未爬不到 只不過還未反車 還未爬到 中芯國際 跌完兩棍 現在叫做今天做得好些 但是其實它有少少叫做 消化早前那兩支大棍 這兩支大棍 不是跟它說笑 真是大力 大力泵它下來的 暫時來說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去到10元的水平 做到支持 支持到的就進一步向上 好了 回到這個我們回到Facebook 1177做得不錯 跟大家說過 10個week 12元暫時要頂住 頂住要怎樣 下一步現在叫止跌 止跌了四天的跌勢 下一步要回升 如果你想看它好 麻煩你繼續爬上去12.8樓上 這樣做得好 好了繼續去看Facebook的問題 1763 眾慶通信 那怎麼辦 今天是否國家隊入場 將它托上去11.82 技術上當然好 不過本身你只不過是托 我不會建議你去兜 如果它很大機會 它真的賠錢 事實上在基本面上 現在做了一個反彈 但如果有機會 早前拿了 又不捨得走 現在還有兩個位置 給你 你要走 我預計多數都會打橫行 繼續在橫行磨 你要彈很高 極高困難 買就不要搞了 這麼多股票 買你買這隻做甚麼 中國石油股份 8.57 8.57今天彈了上來 技術上是指了跌 真的指了跌 但是你可以看到 5.68 就是20V 看看指跌之後 可否再彈高一點 今天的高位都會受阻力 去到5.94 似乎未必可以再進一步上升 小心點 那些股票全部都是反彈 我剛才跟你說 很多股票都是反彈 1265 1.08先買了 現在收在1.03 技術上都可以的 你還要看看 如果繼續發展下去 我想你能買的時候 你會預算在哪裏打靶 既然站在那裏 你就撐住它 直至它的股票沒有為止 現在股票永遠保持在高位 你就拿著它 10天線在9毫子 暫時你就用9毫子 如果一直托上去 它又一直橫行 而上不了的話 你才走 仍然還有一搏 沒有說沒有一搏 你既然買了 沒有理由 它不去 又未到你止蝕 現在馬上走 沒有理由 我想說 香港是沒有那些叫做什麼 不後的叫做什麼 安樂死 沒有安樂死 沒有斬你不要走 不走 OK 直至它穿10天線 雖然它不動 先坐在那裏 是偵察的 植物人沒有辦法 它不動 好了 看一下白雲山 我們看到白雲山反彈 但你不要想著反彈很高 38.9 暫時來說 在38.9 下面應該是33.5 不過我有說過 上個星期做得非常差 雖然現在碰在10天前 10個月出現一個反彈 但上個星期 那支棍 你不要少看它 真是它的頂 很大機會 不是那麼容易 短時間內上回42.5 不是那麼容易 好 接著繼續 2186 綠葉制約 今天叫做咬回腰 做了一些反彈 但又是未確認它升 麻煩你再上高一點 上八個八樓上 會帥氣很多 暫時來說 只不過是判斷為反彈 Kristina 你怎樣 28.22 你還想買嗎 阿爺跌到一樓一樓 差點說錯 阿爺跌到一樓一樓 OK 你看看 28.22 墜了下來 今天叫做反彈 上不了的 不要賣 暫時是不行的 我們再看看939 939也是超級弱的 你看看走勢上 仍然都在墜下來 你看到只可以說 我們暫時在7.44 做到支持 最低7.4.5 在這個星期 暫時可以說做到支持 但是升不升呢 下一步先 先支持了 好了 看看2007 今早2007 就出現了反彈 反彈完之後 原來只有這麼多 反彈到16.04 我們都看他 厲害 有個譜 你上到10天線才算 16.28 看技術上 我都是看少他 你先上到 多數都會停在這個位 你要進一步向上 非常之困難 看813 好嗎 世貿房地產 這兩棍做得不好 這兩棍做得不好 今天都做得弱 整個星期都是繼續跌下來 如果看這樣的走勢 會有機會再跌深一點 最翻深一點 下回22.7 我們才考慮 究竟可不可以站得定 這兩棍都不行 都還未夠力 還未做到回升 仍然有機會偏淡 OK 好了 看看386 我看油價是偏遠的 386 你說可以買呢 我們現在看到上面 那些阻力位 都仍在7.4.5 7.4 這些位置 暫時不買得住 你說見底回升 我嘗試去買的 可不可以呢 那你預了有心理準備 如果油價再跌下去 它一個不小心跌到6.7 你還可以守 就要撤退了 20V 一穿了6.7 你要撤退了 OK 好了 最後回到1686 1686 怎樣呢 我們看到了 新網集團 在短線來說 有些支持 看看可不可以做到反彈 進一步向上 暫時是 西頭就不一般 我覺得弱 看看可不可以做高一點 OK 好了 回到賣廣告的時間 跟大家說一下 2018年下半年的金股匯前瞻 大家看不看得到嗎 看得到嗎 七語藍色 預言個語 分析個色 有些人覺得 這四個字是不是很漂亮呢 就是七個寫的 到時候 如果大家 給了錢入場的話 開戶口 388元 會退發 還有禮物送 那個禮物是什麼呢 就是七個寫的 就是寫了一些物寶 寫了給你們 好像是福六壽 不是 是封六收 就是有些寓意的 給大家收錢的收 OK 今天就這樣 記得報名 我們正在吹雞 OK 拜拜